中国女性范冰冰几年前被爆出逃漏税丑闻 以及卷入营养合同事件 遭到官方全面封杀 重创演艺失业 近年她积极付出 不仅努力经营社群 也出演了国外的电影 还成为西班牙 胜在巴斯蒂安电影节的评审之一 不料日前范冰冰出席电影节的闭幕式的服装 却遭到网友们的批评 只见当天她身穿金色的贴身连衣裙 展现较好的身材曲线 外面则披上紫色薄纱 整体造型又雅又时髦 然而有不少网友认为 其他的评审都穿了黑白服装 只有她一个人 穿了这么鲜艳的衣服 似乎有点不尊重场合 更批评她十分不专业 不过也有网友力挺范冰冰 认为她的礼服很好看 而且她当天还担任颁奖嘉宾 因此穿得隆重一点也不为过 不明白酸民们在气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